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去接触这个地方 都没有发现到可疑的人 也就是说明 对方在见面以后 迅速地回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 真没想到 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处长 竟然是一个共产党 是啊 他们也没有想到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以这种方式去跟踪他 监视他 那我们怎么办 还要继续执行原来的方案吗 这个发现向总部报告 等待总部的指示 是 立即向总部发报 自己发报 是 将军 您的晚饭 您不能出去 为什么 这是命令 谁的命令 请您立刻回去 我要见小川将军 你们干什么 我是情报组织主任 你们敢这么对待我 不要见小川 快 你不能这么对了 快 快 给小川打电话 喂 请进小川将军 喂 喂 喂 你 报告将军 我一时在等您的召见 进来吧 宋本康复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办公室 我已经派宪兵把守 严禁他外出 严禁他与任何人联系 谁让你这么干的 报告将军 我一直在等候您的召见 没有明确的指令之前 我只有这么做 我在参加宋本将军的情报联系会议 根本脱不出身来 这么说 国人家一个将军 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的 他帮助妻子叛逃 触犯了帝国的法律 必须受到惩罚 我听说 清田秀 在你和你的精锐特工眼皮底下 上了美国人的飞机 是的 我们差一步就抓住他了 没想到香港警察出面 护送他上了飞机 我严重失职 请求出发 出发 是一定要出发的 一个密码专家的妻子 叛逃到即将与我国开战的敌国 这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 你应该清楚 是 如果他真的带走了密码文件 我将切服谢罪 但在这次之前 请允许我 亲手杀了山本康复 好了 当务之急 是搞清楚清田秀出逃的原因 和他是否携带了此光密码的相关文件 是 我现在就是审问山本康复 你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江金国下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以为 沈本康复是数学家 你是职业特工 你就可以处处占上风了 这几天在香港 出了多少事情 清田秀在你的眼皮底下 给了文维军一件东西 而这东西是什么 到现在 你也没有调查清楚 还有 他们夫妻二人 险些在秦德勒的面前 戳穿了方子的身份 幸亏你们发现及时 否则 后果不开设想 我认为 清田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担心回国之后受到追究 才铤而走险 盼逃逃去美国呢 既然清楚 为什么不造防范措施 我承认 我确实低估了 山本康复的能力 我根本没有想到 他会利用装病的方式 引开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其实 只有几分钟 就是这几分钟 足够清田秀 逃离你的视线 现在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 你对付得了山本康复 将军阁下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好了 从现在起山本康复的事 也不要再插手 可是 我和松本大将商量 我再插手一下 然后再做定夺 是 这是郁金香 发来的米店 你看一下 郭忠良是中共地下党 这也是郁金香的推测 我已经发了电报 让他们迅速查明此事 先暂停对郭忠良的一切行动 我不明白 就算他是中共地下党 他和我们的行动有什么关系 据弯豆尖的密报 郭忠良不仅是破译处的处长 他也是秘书长黄永青的得力年生 黄永青 郭忠良 文维军 他们是密电所的三个核心人物 人称三驾马车 我明白了 如果郭忠良真的是中共地下国 那么我们可以把情报 泄露给他们的政府 郭忠良一旦出事 黄永青也难逃干系 只剩下一个文维军 孤长难鸣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是 明天 方子就跟钱德勒 把重救了 是的 命名与金香 让他配合他的行动 是 现在 你和我 去见解那个身份康复 情况怎么样 报告 半个小时前他要出来 要见小川将军 结果被我们拦住了 然后就再没动静了 将军 请 你 为什么不吃饭 听见没有 将军在问你话呢 我不想吃 也吃不下 饭总是要吃的 收拾一下 重新送一份 听说你想见我 所以我来了 你有什么话 就跟我说 几个小时以前 我确实想见你 可我现在不想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也没必要解释什么了 只能等待着处罚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什么样的处罚都可以 我无所谓 为什么 就因为你的太太去了美国 是的 那是她最喜欢的国度 在那里 她可以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 可以做她一切想做的事情 可是你们还有两个女儿 你们难道不为她们着想吗 她作为母亲 该想的 不正应该是女儿的幸福吗 不错 她一直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可正是因为你们把惠子和方子 送往中国战场 她才彻底绝望 才肯听从我的劝告 可她考虑过你没有 你也可能因此 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去 被送到与中国军队 正面交火的阵地上 不 她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她从来不爱你 所以一走了之 根本不管你的死活 你胡说 她爱我 她一直爱我 可她把你的机密 告诉你最大的对手文维君 她没有 我说过 她交给文维君的 只是一些她的私人物品 与我的工作无关 你以为经过这些事 你的话我们还会再相信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必再说话了 你不要以为你有紫光密码 我们就不敢成立 高桥 山本君 我承认你 你和你的紫光密码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一直 才很尊重 也为此 重新发落你的夫人 希望你能够明白 你的紫光二号 和紫光三号密码 已经完成 就算是没有你 其他的密码专家 也可以顺利地接受你的工作 我对这一点很清楚 可你的太太并不清楚 如果她知道她的举动 会给你带来危险 她还会走吗 好的 言归正传 山本局 请你明确告诉我 你的太太 对紫光三号了解多少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太太 知道紫光三号密码的存在吗 不知道 你能肯定 我很肯定 山本局 我希望你慎重回答这个问题 你应该多少了解到 我们的情报收集能力 如果让我了解到 你的夫人 泄露了任何 紫光三号密码的情报 不仅你 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你的女儿 也势必受到牵连 他们已经被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从事最危险的工作 他们已经为大日本帝国 立了无数的功劳 你这样做 对他们公平 如果 我们的下一步军事计划 因为你妻子的叛逃 而遭遇失败 那将有多少帝国战士为之牺牲 你对他们公平吗 那好 你听着 我以一个科学家 同时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回答你 我的太太 她根本不知道 也根本不可能出卖紫光三号的任何 秘密 你说的是真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不信 那就等待事实证明吧 我记住你这句话 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的一句话 如果出现了什么不该出的问题 我将用最残酷的手段 来惩罚你的背叛 来惩罚你的背叛 晚白想用一个晚餐吧 祝你有个好胃口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在紫光三号密码正式启用之前 你哪儿都不能去 只能在这里 这么说 我被逮捕了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我要见我的表哥 可以 我们会把你的请求 转告给山本五十六大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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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十分钟以后 我去见你 可是他就要回来了 你放心 我们有人盯着他 好吧 我去尽快ca看了 你做什么事 你让我来我来 你让我去找一个礼物 你这样子 我去找一个礼物 你自己мотрите 人风喜事精神爽 很像一个新娘子 您请进吧 知道我的来意吗 不知道 可我知道 你很不欢迎我 或者说 我是你最不想见到的人 不 我只是担心 他回来看见您 是啊 因为此时你害怕的就是 暴露你的真实身份 您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再为你们工作一段时间 您就会放过我的 不错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你我的合作就要结束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这个人一向很乏味 从来不会开玩笑 只要你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 就不再是调查局的人了 全心全意 做好文将军的太太吧 什么任务 山本康夫的妻子在香港交给文卫军一件东西 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本日记 谁的日记 具体的 我真的不清楚 这本日记在哪儿 文卫军已经把它还给山本康夫了 是真的吗 真的 就在香港总督的欢迎晚会上 当时有许多特工在场 应该有人看见了 文卫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情已经被日本人发现了 文卫军不想给清天秀惹麻烦 那本日记对破译密码有帮助吗 我真的不清楚 那本日记是用日文写的 我就是看了 我也看不懂啊 这么说 这最后一项任务 你是无法完成了 是 对不起 既然如此 我们的合作还不能结束 可是 我不是不想完成了 不要再说了 不是我不想信用 而是你太低估了我的职业素养 我不明白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我面对过无数对手 审问过无数犯人 所有这些人都想骗我 有手段高明的 也有非常拙劣的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种话我也听过无数遍了 所有的人都想在我面前演戏 既然是演戏 就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 就一定会露出或多或少的破绽 哪怕只有一丝一毫 不要再试图辩解 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 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慢慢想 我有多事耐心 你也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把她交给我 你就是文卫军的太太 如果没有 你就是文卫军最避世的那种人 你又这 cider 你自己有种 你不认识你 我还要帮你 我那只要你 这只要你 我就是你 先去 所以就要你 还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试图向文未寻坦白 以求得他的谅解 为什么 你说过训练 应该记得对背叛者的惩罚 我当然记得 好 我衷心希望能喝到你的喜酒 请不吝点赞订阅 潜德雷先生 请直接上网站 我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 我也知道你一定对这位小姐进行调查 能告诉我你的调查结果吗 调查暂时还没有结果 这就是说 你目前还没有证据否认 她确实是一位负伤的女儿 对不起 调查的细节我不能告诉你 那好吧 我也要对你说声对不起 既然你没有证据证明 她对我存在威胁 你就不能阻止 接近她 在看什么书 我看的是简暗 怎么 你也去重庆吧 这世界真小 回忆聪散son 要凭洗眼鲜 干少ии 市醉 汉 休息 老板 有 小爷 糟 好 太多 好 好 慢走 慢走 小姐 你要买什么 我要一进这种饼干 我上个星期来过 好像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对呀 那家不干了 盘给我了 好 他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不干了呢 老家有事急着回去 好 谢谢 慢走啊 这个是和郭忠良住在一起的女人 要下去跟踪吗 再等一等 现在路上没有人 离他远一点 我觉得他只是出去买菜 没有跟踪价值 买菜的话 篮子里面应该是空的 可他的篮子里面有东西 是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所以我才是终于需要第一名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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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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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美 gard美 走到会儿向你 派美 来 让一等 让一等 新鲜的青菜 小姐 来点菜吧 小姐 看一看吧 你后面我尾巴任务取消 小姐 看一看 便宜便宜吧 再来点芹菜吧 便宜啊 新鲜的芹菜 先让我看一看吧 小姐 来点芹菜吧 新鲜的大葱 老板 这才大银子 加油 毛钱两把 来 我要这些 小姐 你再看点别的菜吧 来 不要了 好 好再来啊 让一让 让一让 好 真快 老刀牌小姐 有发现吗 没有 她只是在买菜 没有发现和任何人交谈 也没有交接任何东西 你笑什么 是不是在你眼里 所有人都有嫌疑 是的 怀疑一切 这是对我们职业 最起码的要求 你真是个天生的间谍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不 你没有说错 我现在是越来越 进行当初的选择 我喜欢自己 喜欢冒险 喜欢面对各种挑战 可是 我们随时会死啊 谁又不是这样了 就算你待在家里 你会生病 会碰到各种灾祸 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谁也不可能轻易让我死 就算我活不了 对手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边去 了 让我先走了 好了 让你 Pokemon 公司 好 我去吧 这边请 请 我去吧 可是你 陈德勒先生 这是你的住宅 请了 陈德勒先生 这边是书房 这边是客厅 陈德勒先生 这是小赵 负责照顾您的生活 你应该是个出色的特工 您的安全依旧由王处长负责 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的 我知道 在香港我已经领教过了 不敢当 还是要请陈德勒先生多多关照 是啊 在重庆也有日本间谍 而且活动还很猖獗 陈德勒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个私人问题 我可以外出吗 当然可以 我们给您配备了专车 但是您出门之前 请务必提前通知我们 我的朋友可以来这儿吗 你在重庆有朋友 是的 在香港认识 是那位叶小姐 是的 既然他们通过了你们的检查 我应该可以和这位美丽的小姐 继续交往 男欢女爱 人之常情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 哦 欢迎欢迎 谢谢 我代表密电所全体同仁欢迎你 太荣幸 请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你一定不会陌生 密电所二处处长黄永青 这位呢 也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密电所破译处处长 郭忠良上下 下了这一程就到了 来 这边请 来 请进 这边密电所最底下一层 这边密电所最底下一层 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待会有一百多的工作人员 这里是值班室 那里是会计室 是破译室 一马二出 这边密电所 请进 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国黑市 这整个密电所最心脏的地盘 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国黑市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截获的所有紫马二号的电报 所有 是的 所有的 电报上都有编号 另外 我已经签发了命令 从今天开始 每天截获的电文 都要在第一时间送给你一份 这对我很重要 这是到今天为止 密电所对紫马二号 进行的全部研究成果 有思路 有数据 当然 并不连贯 还有 作为参考 我们把紫马一号的破译过程 以及相关的资料 也都附在了后面 我相信这些东西 对你即将展开的研究 应该会有些作用 很好 我要带回去认真看一看 请注意保密 全世界的黑市 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郭忠良 执密电所破译处的处长 也是破译紫光密码的 主要人员 由他来出任 我们至今的联络官 有什么需求 尽管找他 好的 这么年轻就担任 破译处处长 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还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另外 我需要一些 有经验的 计算人员 可以 忠良 这件事情你来处理 是 金道德先生 二十个人够吗 他们都有多年的计算经验 二十人 很好 谢谢 我现在要说的是 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很惊讶也很感动 这是应该的 你是来帮助我们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事先声明 我的研究工作 在最后结果没出来之前 不能向你们透露任何东西 为什么 我是受调查局的邀请来的 这是他们的意愿 我明白了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那你刚才说的帮助还有效了 当然 对不起 我知道这样做 对你们来说很不公平 可是我不想介入你们之间的矛盾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也请你们能够谅解 请你记住 我们密电所全体同仁 唯一关心的 就是尽快地破译子光密码 其他一切事情与此相比 都是唯不足道的 明白了 您好 是叶小姐吗 请上车吧 把箱子放后备箱吧 mitt 要这 就是 平安 北 Sir 先 уд灵 收睁 桑 我们去哪儿 有人跟踪 对 能甩掉他吗 不能 这是例行检查 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好像见过你 是 我们是中叶学校 同一期的学员 川岛依林 你好 方子小姐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我和你姐姐一直在一起 我姐姐她好吗 很好 正在等你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为了配合你的这次行动 以华校富商的名义租下来 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里 我早就去 我早知道 你不就这么广告 你不得意 我早就想说 我是谁 我听你ний游说 我看你 你不得意 那些小姐 你不觉得不要理好 你不得意 你不得意 我问我 你不得意 你不得意 大小姐 你好 姐姐 先明去下我们的身份 在这个家里 你是大小姐 我是用人 我先不管这些 让我先好好看看你 你应该知道 我是郁金香小组的负责人 也是你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所以你一切行动 都要听从我的指挥 姐 你怎么了 我们都好几年没见面了 是的 三年半了 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 不想 我也顾不上想 我不信 我和爸爸妈妈都非常想念你 挂念你 山本方子 我要提醒你 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若是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完成任务 就不要胡思乱想 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听明白了吗 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你也是 但是我希望你敢一敢 不要太冲动 不要太感情用事 是 是 我记住了 都进来吧 我介绍一下 这是山本方子中卫 来中国完成一项很特殊的事 我们必须尽全力地配合她行动 是 我是山本方子 请大家多多关照 怎么还这么早 回来取点东西还要赶回去 她怎么样了 还在睡觉 刚刚接到乘客同志的电话 让你改变联络地点和方式 我还真想问你 我今天上午去送电文的时候 我们的同志通知我 有人跟踪 对 是个女人 而且跟踪你一直到家门口了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呢 对方的跟踪十分高明 如果不是组织对街头采取了保护措施 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么说 我已经暴露了 现在还不能下阶段 组织上正在通过内心了解真相 在此之前抄好的电文由我送到一个临时地点 好 我这让指示 秦儿在咱们家住的这段时间 抄解电文一定要小心 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 可以暂停一段时间 不用听 秦儿不会影响我工作的 这次她手的打气和刺激都太大了 她还是这样每天躺在床上 是 吃饭很少 说话就更少了 这样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也别太着急了 慢慢调养总会好的 我走了 别小心一点 嗯 我只是吓在太阳 太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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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